欢迎再次来到我自我商业和生活方式模式 我是陈尹涵 今天再次带给你一个新的冥想 带领你和我一起过新的一天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 和自己连接在一起 接下来还有跟自己的真心 和自己的潜能连接在一起 当然我们每天冥想大概都会有这个题目 但是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会 当你和一些过去的事情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是跟以前的潜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有时候你会自己把阻碍放在面前 然后呢这个频道大部分都是自我成长 或者是个人成长的题目 所以通过这些冥想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自己通过这五分钟 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提高自己 让自己更加能够用一种新的态度和新的事 也是面对世界 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放开过去的身份 因为有很多时候 你的身份是和以前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如果你要进展 你要抓到新的潜能 要前进 你需要有时候摆脱一些过去的生份 OK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 就像以前的那一些冥想 我们先把手举起来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的话 欢迎把左手拿着右手往左边扳 吸气 吐气 轻轻松松的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 然后你可以闭着眼睛听从我的声音 右手往右手往上扳 就跟着我做这些动作就好了 然后呢 吸气 右手抓着左手往右边扳 吐气 然后当然就把手放下来 然后呢 连望身体内滚 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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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今天就把手心放在上面 放在膝盖上 然后呢 渐渐的进入你影响的状态 吸气和吐气是两个重要的步骤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 或者思考到别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把它放开放掉 然后再回到你的呼吸 从时间我也会讲一些 关于我们今天主题的事情 然后也轻松它 然后把自己内心所在烦恼的事情全部放开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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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一个红色黄色 紫色的灯光在你的头顶上环绕着 这些光芒就是你的真心 你的潜能 你的能力 你的能量 吸气的时候 请把这光芒吸入身体内 这无限的灯光 它环绕着身体身中 细胞中 每一个细小的空穴 吐气时呢 就把它放大 放松全身 吸气时 坐直 然后让它进入所有的细胞 吐气时呢 就让它所有的放开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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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开让它从一个很长的轨道 从你的臀部往世界的中央 让它全部消灭到回到地球的中央 吸气时把这些全部拿到你的面前 就是潜意识里的 不管是你知道的或不知道 就感觉上全部应该可以看到的 也可以听到的 把它全部放在面前 然后吐气时把它全部消灭到地中央 放开这些已经存在在你身体内 很久很久很久的身份 这些所有不需要的身份 不需要的烦恼全部放开 可能很多自我批评 很多自我伤害 自我悲伤全都放开 特别是以前拥有的一些情绪 或者以前拥有的一些思考观念方法 全放开 为什么让自己觉得说 有一点不舒服的那些也放开 在每个吐气的时候全部放开 吸气时候把那些空去的地方全部填满灯光 当然在你的周围也看到蓝色和紫色的光芒 还有烟火 但是这是在日常生活里保护你的 今天会保护着你 一整天从负能量面前保护着你 同时间 让你玄绕在这正高的频率上 更舒服的频率上 更加有你所有想要得到的朋友 或者是机会 或者是 想法的频率上 让你随时随地在所有今天能够放开的烦恼或事情 或救援的身份全部放开 让每个呼吸都把你的频率提高提升上去 非常深的呼吸让你的肚子放松 肩膀放松 放松脖子放松 把这频率全部吸到那些所有的部位内 让你知道自己和自己知道说今天 你来到这里是有原因的 然后你也来到这里是很需要放开一些事情的 你其他在生活中的 发生的事情全都是有意义的 而且这些意义很多时候是让你提升让你成长的 那今天我们就是特别让你在这个时间内让你成长 让你把自己所有不需要的事情或者不需要的能量 那全部放开不需要的身份 让自己来到这里做这本练习 跟自己做个承诺说你到这练习要做多久 希望你可以每天都做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不做的话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不做的话 也可以回到这个 持续或者回到这里来 跟自己花这个时间去整理一下内心里的平衡 谢谢你来到了这里 吸收所有的潜能 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欢迎 放康所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 感谢你来到了这里 希望你喜欢这个冥想 可以渐渐的把眼睛张开 当然你也可以重听一遍 随声随地的都可以听这一次冥想 点击喜欢或是喜欢的话 当然在下面写一下你的评语 或者是你想要有什么影响 会帮助支持你的成长 当然也按铃声 所以你可以随时随地的 听到新的冥想声音 好啊下次再见